好,粉酒的好,谁喝谁知道 昨天聊完西风之后呢 很多很多的朋友集体呼吁 让我一定要聊聊粉酒 OK,立马就安排 好了,那我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粉酒的清话 咱们先干为敬 干杯啊 粉酒的话我就一句话评价 粉酒是真的是好酒 咱的老人家也不是品酒大师 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成年男子 也没什么厉害的酒量 但就我这种最普通的嘴巴藏起来 这个粉酒呢,命比的就是好喝嘛 这个五粮叶啊 它是农香酒的代表 茅台是酱香的代表 而这个粉酒呢 它则是清香酒的代表 这种酒的口感是什么呢 就茅台啊,你喝进去 它就有很独特的酱香味 五粮叶呢,就是有各种果香蜜香 各种香 中调呢,给你感觉有好几种味道 但这个粉酒呢,你咔一进去啊 它就是白酒的这个味道 清清爽爽 既没有酱香,也没有各种香 也就是说,真叫一个清香 就这个名字起得还真是真精准的 或者说我愿意称粉酒为是什么呢 粉酒它可能就是白酒呢 它该有的味道 就啪,一入口那个烈度啊 虽然说没有像这个茅台西风 那么的这个持酒爆裂 但这个冲劲还是很足的 所以那个小冠林的这个尖刀选手 嗖一下就刺激你嘛 就这种感觉嘛 所以说我平常一讲啊 就你说五粮叶比茅台好和呢 反正在我,在我不认 但是你说这个粉酒比茅台好和 或者说跟茅台是一个档次的话呢 这个我认 粉酒的这个好和 其实历来是被人认可的 你就在白酒界啊 熟悉酒知识的那个朋友都知道 有个词叫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那我一说这个的话 你肯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就在1915年的时候呢 巴拿马就举办过一个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万国博览会嘛 就是全世界各地拿本国的这个农业啊 什么食品啊 以及这个公益美术啊 园艺啊 这些方面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宝贝呢 就到巴拿马去参赛 晚上主办方呢 还会给你评讲的 然后在农业这么一个展区呢 就放了我们很多中国各省送上去的 这个农产品跟酒嘛 然后评委这边就咔咔在那里评 好了 后来的话呢 很多酒厂啊 他就拿着这个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当中 获奖这个事情呢 来说事情 给自己打广告 比方说茅台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他就在自己的这个酒瓶子的后面 写上一句话 说自己的这个茅台酒呢 曾经在当时的这个万国博览会当中呢 拿过金奖 很多酒厂都这么说的 我拿什么奖了 但其实很多酒厂的话呢 都是在说谎 在吹牛逼 像茅台这个金奖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历史参考依据的 有的人就专门去查史料 那么一查发现 当时贵州地区啊 也就一个贵州公属酒 拿了当时的一枚这个银牌奖章 那贵州公属酒送神的这个酒 是不是茅台的这个酒 咱其实都得打个问号 哪怕是茅台的这个酒呢 史料上记彩的不就是个银牌吗 怎么成金奖了呢 是不是而且我告诉各位啊 哪怕是在万国博乃会当中 你拿了金奖了呢 这个金奖在当时那个只能算是三等奖 顶多算三等奖 就在那个博乃会当中 最大的那个一等奖呢 其实叫大奖章 二等奖呢名字叫名誉奖 三等奖才是金牌 四等奖是银牌 五等奖是铜牌嘛 是这么算的嘛 那么在当时所有的这个白酒当中 唯一有名有姓拿到那个最高奖章 大奖章的呢 也就是真正拿到这个金牌的呢 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三西焚酒 厉害吧 所以说三西焚酒的这个好喝的话呢 是最早就被人认可的 而且它不光打动了中国人的心 而且呢 它还打动了外国人的心 对不对 就是关于粉酒的话呢 我就简单的点评一下 大家如果说还想 让我聊聊其他哪些酒的话呢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当中 点赞评论 告诉我